中国有大型游戏公司吗 去年全球电子游戏市场的收入是1841美元 就是很多 预计到2030年每年会增长13.4% 哪个国家最强呢 肯定是法国 世界100强游戏公司里面 只有一家法国公司 一家 还可以啊 是Ubisoft派第31名 比如Far Cry是他们制作的游戏 那有没有中国公司 没有 我开玩笑了 当然有 100强里面公司次数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36家 其中有两家在TOP5里面 然后就是日本 韩国和美国 这个排名是看每个公司的MarketCap市场价值 这几年中国游戏公司 米海有 发展了开放世界冒险游戏 远程 在全球超级火 虽然公司的财务信息不公开 可是有人预计了 米海有的市场价值226亿美元 这样的话就会排名世界的八大游戏公司 一个字 绝 第七是美国公司 Take 2 Interactive 他们最有名的电子游戏就是GTA GTA 6 你期待吗 好 看谁回来了 第六是美国伊甸公司 Electronic Art 你知道这个游戏 主要就是要用植物大厂证师 植物大厂证师 呃 对 你曾经玩过 就是Electronic Art的游戏 好了 我们来看看 TOP5 其中有两个中国公司 嗚嗚 第五是日本公司 任天堂 Nintendo 市场价值632亿美元 任天堂从1983年出了很多游戏机 他们发明的人物很一定都认识 Mario Link Yoshi Donkey Kong Pikachu 他会说话 Pika Pika 第四是中国公司 网易 Net Ease 市场价值646亿美元 他们制作很多有名的所有 比如 单载排队 第五人歌 天下 Hello 我是小薇 第三是最有名的日本公司 Sony Sony 市场价值1201美元 他们有历史上销量最高的游戏机 PlayStation 他们也制作很多游戏 Uncharted The Last of Us Grand Turismo 呃 用手柄就可以啊 你的身体不用动啊 第二 通讯 Tencent 市场价值3433亿美元 通讯我还需要介绍吗 中国最大的公司之一 他们投资了 或者收购了 300多家电子游戏公司 包括Riot Games和Epic Games 就是英雄联盟和Fortnite的制作公司 你觉得有多大吗 通讯和获得游戏 包括圆梦之星 和平景 当然你也有王之荣耀 注册用户超过2亿 It's crazy 第一 世界最大的电子游戏公司是 微软 Microsoft 市场价值29000 就 呃 翻成这个数字 我们都知道微软 对 这个 微软也是一个很大电子游戏公司 他们在01年出了自己的游戏机 叫Xbox 在2014年 他们花了20.51美元 收购世界非常有名的电子游戏 迷你学姐 呃呃说错了 Minecraft 去年年低他们又花了691美元 收购 Activision Blizzard 就是Call of Duty和Candy Crush的公司 好了 那你呢 你偶尔也会玩电子游戏吗 呃 对 偶尔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你可以 评论一下